加油 加油 手套 鞋套 还有相机 就带着 我们到了警方搜索 柯草间的这个现场 今天的这个时间 还是三十分钟 各位分组进去 里面主要是物证方面的 你们根据我们昨天 尸体的这个检验的这个情况 特别是尸表啊 检验情况 你们看看 哪些物证是跟这个一体有关的 自己在看的是物证 写一下 列出十个你们要的物证 三十分钟完了以后 把标签分别贴到你们要的这个上面 同时来跟我和周老师回报 你们要哪些东西 我们把材料都会提供给你们 嗯 嗯 好 好 好 坐 这就是不吵街 可能是第一现场 这里面物证也有很多 希望你们在这个一定要做好冲动 我现在开始计时了 翻动的时候一定要还原啊 那我们先这边 我们从那边开始吧 那我们就看这两个 看到了吗 有血迹 还有口红 还有血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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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原来的地方 但是下面 直接 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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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 好像这个是什么 这没有血迹 去 记下 先记下 我的看探思路 跟他们的角度 还有点不太一样 重点可能是放在 一些 非正常的一些物品中 我会去发现它 在这些不合理 或者是不正常背后 是有什么疑点所在 脚印 波波 陈陈 可以 你好强 两枚的花纹不一样 一枚二十 一枚二十二 这边第一个 黑色会吗 这么多注射 看台的时候 我还画了一个方位图 非常多很杂的物质 清晰地把它记录了下来 看一下这上面有没有指纹 手电照一下 这是指纹吧 是吗 刀尖上的指纹 倒计时15分钟 看这边吗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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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柳状吗 对 柳柱 他就从检查过了吧 尖头 这些车袋子 每个袋子翻开看一下 有 这种大开拨 哦 游戏刀具 足迹 刀具15分钟 这个时候要抓重点了 抓紧 抓紧 SM的工具 哇 还有棒球棍 眼罩上面有没有皮肤做出 这里有毛发 这里有毛发 要确定是谁的 要确定是谁的 触 他触会不会是为了溶解什么 这边还有毛发 这可能是淋到处血 水肌 水肌 5 4 3 2 1 接触现场探查 接下来的工作是这样的 我们先请一组人进去 另外两组人 到外面梳理你们要的10个重点的剪裁 那就请你们这组先 好 那我们找我们那个的顺序 先贴这个 先贴被子 被子要贴两个 一个是那个 有红的 还有一个黄色的那个 好 然后这里 这里就是给一片就差不多了 然后是这边的两个 这边 根据我们之前的资料 我们怀疑李世白和酒店经理 可能在不少间对条件进行过 威胁和殴打 因此会比较关注 这里的血迹 和一些类似于血迹的痕迹 你过来 你觉得这个像没有血迹 你就放 放 要挑来挑 淋湿的 让你来跟这个淋湿起来 我觉得我们这两个工具 那个和这个相当的很重要 行 放吧 好 我们好了 好了 你们就给我们讲一讲 你们这个要的 这十个标签 我们贴的有 那边的被子上边缘是有 红色的那个斑戒 中间还有一个黄褐色的斑戒 那个没有 无效的这个 然后 栏杆处 右侧栏杆处 有那个血迹 架子上面 对对对 好这个有给你们你说吧 还有烟头 烟头 烟头上的拖叶 拖把后面和那个拖把上面 也都有血迹 这一个还是两个 两个地方 好 我给你们 我有 这边的被子中央的那个血迹 然后是毛巾 我给你们 推车上的血迹 在这个柜子里捆绑工具 没有 有无效 牵毛最重要的 被子上的指甲 好毛巾上的血 好 这边有 柜子上的脚印 足迹分析 没有 特别的 第一把刀上的不明痕迹 右侧 打扫推车 帘子上不明液体 烟头 收拾器 毛巾上的血迹毛发 铁链 柜内的一个装置 血迹 好 这个有 这是两个 这个有没有 就这么多 那我们下面要做的工作 下午 会议室里面做每个组的汇报 汇报的形式是 PPT 一个是黑段这个死音 第二个 这个事件要还原 每个组用你们手机去拍这个视频 然后你们自己带入角色在里面去 这个案情到现在也是 预论反向比较大 希望我们大家尽量抓紧时间 还有一个审讯的一个笔录 一些新的情况 你给他们发一下 三份 一做一份